嗨,我是Kopa 为您带来的是这个任务就是高难度精简战的第三个 是技术性的关卡 他可以得到的是施耐德 最强的低空补卫射门 每天只能玩一次 我们来看看内容 这里是奖赏 最难的关卡可以得到这个火焰补卫射门 次难的当然就会有西西火焰射门 以及后面会有 必杀机卸锄券 然后黑球 我们接着来看 这个游戏公司建议的攻略球员 有火野龙马 佐野满 以及胡安迪亚斯 那当然佐野鱼是他们有很高的盾牌 所以他会建议你使用这些球员 那当然 部分球员的使用限制呢 也就是因为这些球员 有更高的盾牌 所以不让你使用 分别是大空翼 两个 一个真正的对档风范 一个无懈可及的天才球星 以及工长选支 佐野的球局掌控 没关系 这三个不要用就不要用 那我们来看看我会使用的球员是 胡安迪亚斯 好我们接着就进入 游戏画面 来看看我是 怎么过这个关卡 请注意这个左下角喔 我使用的好友是12 也就是只有12%的好友加成 待会中场会有队伍 这开场是这样走是有原因的喔 就是要把球员吸引到上半部 然后让 这个日向有空档 那所谓的无脑 就如我的标题所写的喔 无脑就是我们不要动脑啦 简单一点就是让这个日向去射门 因为这个日向 是即时挑战赛的奖品嘛 他这个特点就是他的 射门遇到挡球的时候 可以加20%的能力 所以 基本上就是 拿球 射门 就这样 第一球就这么简单 来几个就是 吹飞几个 因为 他一道挡球可以加20% 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你要注意这个泰格伯朗 你一定要把日向放在左上角 因为这个泰格伯朗是 他的后卫群里面 是没有挡球技能的唯一一个 所以利用这个日向呢 对决泰格伯朗 基本上你射门就很轻松 即便你是 进到禁区用空中射门 他也没办法挡你的球 所以是很方便 那为什么我没有使用他到禁区射门呢 不是因为怕他对决泰格伯朗 因为我不想花拆忌卷 把这个高空射门拆给这个日向 所以干脆就放弃了 就直接用平地射门就好了 所以待会我如果拿到球我一定会想办法用平地射门 其实我是在空中拿到的 那这个 角色这个 艾瑞克苏密特嘛 另外一个是凯文苏密特 我现在分不出来这是哪一个 那 这两个苏密特兄弟也是没有挡球 但他们有可能退到禁区就是了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就是要对决这个泰格伯朗 没有挡球技能 其他就真的是蛮难对付的 大概对决我都比较容易输就是了 我还有一点就是我这个阵容喔 因为盾牌赛有点低喔 只有18.5 所以如果你如果照我这个阵容打你真的要小心喔 如果 电脑使用的射门喔 像这个斯奈德的射门 大概在禁区外两排线就可以吹飞 这个守门员了 所以真的是蛮危险的 我在打的几次就是只能期待 不要遇到这个斯奈德 射门这样 不过因为我也找不出其他有盾牌的角色 他这个隆医在边线真的是蛮强的喔 他这个边线有加成 蛮多的 所以你看他过电脑也不是问毒 在阻振的盾牌的 这里的船就是为了让 日向周围的 防守球员被硬直 所以先传给 这个大空翼 你看现在其实日向呈现的是月位 所以我们只好再 多做点手脚啦 這是在想啦,其實想到的方法就是回船 因為船給賈太郎也會有人防守 唯一的方法是回船給沒有人防守的迪亞斯就好了 有時候真的只往前面進攻也不是辦法 你看這個時候往回船可以硬直防守球員 然後讓迪亞斯進來 你看他就有機會順便把日向往後移 日向這時候旁邊就是空的了 不過我沒有為這個迪亞斯裝任何傳球技能 所以這時候我有點猶豫了 盡量這些球員我都盡量沒有使用到拆機券 因為太麻煩了 如果拆機券浪費在這個關卡 這個關卡是每天都要打 我就心裡想說還是盡量不要用到太多資源 如果能夠每天簡單過關是最好的 好這裡算有一點點動到腦了 因為龍一拿到球之後 其實就一路很順的推進到底線 如果不是他推進到底線我還真的沒有想到 好這個畫面顛倒很抱歉 因為是臨時需要把手機蓋在桌上 這個原因大家就自己去猜吧 為什麼玩到一般要把手機蓋在桌上呢 蠻好笑的就是了 所以剛才畫面有點這個180度顛倒 然後中斷了一下子 大家應該猜得出來什麼原因啊 上半場目前就是這個樣子 簡單的先用這個狂嵐 然後吹飛 然後得分這樣子 那接著來講解一下這個陣容 這個是日向 高達兩萬億的射門還蠻不錯的喔 然後陣容上沒什麼特別啦 就是記得放一個摺田猛去奶這個日向 那其他就是盡量放盾牌 好 盾牌其實在縮圖為有寫是只有18.5 算不多啦 不過還好在這一場還可以用得上 如果要更多的盾牌就需要更多的角色了就是 好那我們下半場就是專注在如何得第三分吧 其實你可以看喔 為了避免 這個電腦的施耐德能夠拿到球 其實我幾乎都是盡量按這個攻擊陣型 讓這個 呃 施耐德盡量跑在這個越位的位置 那他在越位位置就不容易拿到球嘛 那他只要他不拿到球我就安心了 因為只要他拿到球射門我覺得我就很危險 喔因為 知道我的守門員守不下來 好這些球員我都沒有練喔 所以 那個 技能等級都很低 喔不過這個球員我平常就有在使用 喔這個 赤藤羊蠻好用的 所以他技能我大概就有A80 或者H99這樣 還好這些球員不會回傳球給 喔他們的前鋒 喔只會 只會自己傻傻的往前射門就死了 好如果比起前面的速屬性阿 力屬性喔 這三個關卡我覺得最簡單的就是 四個技屬性 喔然後是力屬性 我覺得最難的還是速屬性 喔就是E的斷球 相對來講我覺得打起來還是那一關是最難的 好這邊我就是在考慮到底要不要現在就把球傳給日向 沒有傳給日向只有一個原因阿 就是因為 還沒有開到全力我希望在最有把握的情況下去 做這個 喔 狂瀾的射門 那因為 離全力還有一段時間 剛才傳過去 沒錯他的確是可以射門 喔但是相對來講第一個有角度 第二個是還沒有全力狀態我覺得 要萬無一失嘛 因為我其實我只需要再得一分就好了 所以我就專心等待這個 全力狀態的啟動 那既然沒有所以我就把球先回傳給大空翼 那既然沒有所以我就把球先回傳給大空翼 好這裡各位有沒有看到我一樣用了一個回傳的功能 好這裡各位有沒有看到我一樣用了一個回傳的功能 好所以我決定了 好先傳給大空翼 然後讓大空翼再傳給日向 好你可以看到這時候我把日向移出禁區喔 好這移出禁區的原因就是我要讓他接到大空翼的 傳球 好然後下一個指令 好然後下一個指令 選擇射門可以加5%能力 好我反而放棄讓他在 進區內接球射門 好看起來他在進區內接球射門 其實離守門員更近 好不過為了這個5%的加成 我就決定把他移出禁區了 好事後證明這是對的 好那這個無腦的帽子戲法就是這樣做 很簡單就是利用這個狂瀾重生呢 好不斷的來這個射門 好當然他的體力 雖然夠射門兩次 好但是你要考量他要帽子戲法需要三次 所以你一定要保留一次是在全力狀態射門 那像我這一次是 兩次在全力狀態 但是全力狀態好處就是威力是有提升的 雖然說是隱藏的數據看不見 好以上就是這支影片 也希望大家能夠順利過關啦 今天介紹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